哈喽大家好,我是无聊的人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谈谈的是 宇宙中最大的星系 大家都知道宇宙中不只有银河系这一个星系 很多的星系组合成一起就变成 宇宙,哇,宇宙,宇宙好多星系 当然银河系也不是最大的 银河系是本系星群第二大的星系 第一大的星系是仙女座星系 仙女座星系是比我们大的好 那么我们废话先不多说 直接开始来介绍第五名 那么第五名呢,就是三角座星系 三角座星系呢,距离地球272万3000光年 半径3万光年,直径大约是6万光年 对,比银河系稍微小一点 也比仙女座星系稍微小一点 它也是在本系星群里 是一个我们系内的一个星系 下来是第四名 第四名呢,就是我们的星系啦 银河系的直径大约是10万到18万 半径约是5万到6万 星系中拥有1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 最多也拥有1000亿颗行星 太阳系距离银河系中心 大约是24000到28000光年 空转周期大约是2亿4000万年 也就是说太阳系绕着银河系中心转一圈 大约是2亿4000万年 那么第三名呢,是仙女座星系 仙女座星系半径10万光年 直径大约是20万光年 距离银河系250万光年 那么在2012年5月31号 美国宇航局NASA专家表示 仙女座星系跟银河系会在30亿年之后 大约30亿年之后相撞 那他们相撞之后预计取名叫做仙女银河系 那仙女座星系正以每小时110万公里向我们靠近 就是差不多31年之后 它就会和我们相撞 250万光年而已,也没有很远 好的,第三名讲完了 接下来是第二名 第二名是IC1101 以前呢,它还是人们已知最大的星系 但是近期呢,又发现更大的星系了 所以排名其实是不断着在变化 那么这次是以最新的排名去拍这个影片 那么IC1101半径97万光年 大约哦,半径大约97万光年 直径大约是195万光年 总共有100兆颗恒星 好啦,刚刚想必大家都有看到 就是我已经亮出第一名的名字 但是它的英文名字很难念 它叫做Alcinius Alcinius是最新发现比这个IC1101还大的星系 那么这个Alcinius呢 是在30亿光年外发现的一个无线电波星系 什么是无线电波星系呢 以后再做视频介绍好了 那么无线电波星系 它呢,直径是1630万光年 直接屌打IC1101 直接大十几倍吧 至少有十几倍了吧 它直接屌打IC1101 这个真的是太大了 好啦,这次的影片就先到这边结束了 那么记得按赞订阅我 好的,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啵啵 by bwd6 感谢观看